在大国重器捷报平传之时 智能化、无人化成为一只正在崛起的智胜尖兵 作为新运心智力量中备受瞩目的一顶利剑 无人机已经成为影响未来战争胜负的重要装备之一 如今随着无人机融入作战体系的步伐不断加快 无人机隐身及激动能力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整个编队的战斗力 灰色机身、非意识布局 天鹰无人机科幻的外形下隐藏的是硬核实力 它是我国自主研制的B型长航石隐身无人机 具有凌空侦察能力 智能化程度很高 能够实现全自主起降和飞行 高隐身、长航石、全自主 它的背后是航天科工三院无人机团队多年的攻关突破 而现在这一型无人机还在不断的升级优化 今天是这架无人机在外场训练前的最后一次总装连条 地面电源供电 遥测开始记录 遥测已记录 飞控制检正常 中控制检正常 收放控制盒 无人机的升级迭代要通过一次次试验来验证、改进 在每一次外场飞行试验前 还有大量的地面验证工作需要完成 总装连条就是其中重要的一环 目的是通过地面工作站检测各个系统运转和配合是否正常 此时红色的告警指示突然闪现 三号报告差分定位异常 地面电源断电 遥测停止记录 各专业开始数据判读 突然出现的干扰 打乱了调试进度 参数的话 设备自检也是正常的 冲信也是正常的 要不咱们看一下那个 全分的T-DOF值 像今天出现的这种问题 让大家紧张 甚至提心吊胆 这种事情在研究过程中是经常发生的 大家心都低漏一下 一下子就紧张起来了 不管是哪个专业出现问题 必须要解决 按照我们的要求 必须要彻底解决 才能进行到下一步 出现了一个插风不定位的问题 我们初步怀疑 现在是这个应该是一个干扰人材 导致了我们整个飞行实验 经过反复讨论 验证 技术人员终于顺利找到了干扰源 原来是两个设备电磁平谱相近 相互篡扰 于是技术人员马上进行了优化 排除了飞行前的最后隐患 像排骨出现的这个问题 实际上是我们沿着过程中 这个成千上万问题的一个 很小的一个说影 我们很快要到外场 再对它进行性能的一些验证 下一步呢 我们想一方面 要进一步提高它的隐身的这种能力 第二个方面呢 要进一步再提升它的航时 通过我们一些精细化的一些设计 来进一步进行优化 完善提高它的背景航时 隐身长航时等一系列先进性能 是这支团队日夜公关的目标 然而隐身和长航时 在研制衣食却是一对相互矛盾的指标 团队的目标是让无人机更隐身 航时更长 一个更字意味着 哪怕指标数据只是一个微小突破 背后都是异常复杂的系统工程 这型飞机的研制过程中呢 我们大量采用了一些 国内少有的或先进的一些技术 它的整个的新技术的含量占比 基本上可以达到80%以上 这个团队是一次非常年轻的团队 刚开始的压力非常大 就像我们有一位老院士 他就提出来说我们这型飞机 无论机研制的难度 不亚于我们当初三院搞巡航导弹 那时候研制的难度 这就体现了这型飞机 它刚开始实际上是挑战非常大 我们这个团队呢 大家也憋了一股劲 另外一个呢 这个大家也意识到这型飞机 实际上代表着无人机未来 比较先进的一个发展方向 想的一定要把这型飞机研制出来 现在跑度口度多少 50 均度复算呢 现在是我们达到的飞机的数据 咱们还是不一样 咱们是衍生飞机 方案一轮轮优化 指标很难达到最优 光是隐身外形方案 就迭代了30多轮 最终团队采用了创新构型 飞意识布局兼顾气动效率 在隐身上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然而这样的外形设计 给长航式飞行又带来了挑战 这型无人机啊 它追求的是这个长航式飞行 所以在气动设计的时候呢 它要求阻力比较小 所以相对来讲的话 这个飞机就比较薄 但是薄带来的问题呢 就是里面的装载空间就有限了 那这样的话装油量就就少了 少了又没法实现长航式飞行 设计人员从老本航航天技术中 找到了灵感 通过借鉴航天器一体化 高度集成的设计 使内部的装载容量变大 能够携带更多的设备和燃油 感觉好像攻破了一个技术难关 就像打仗似的攻克了一个山头 然后我们瞄准下一个这个目标 再继续进行前进 再继续新的一些攻关 再继续新的攻击 那时候心情无法用语言去表达 因为那次首飞 到现在我的印象还比较深 有的人哭了 有的人 现在想起来 我当时也会很激动 当时我记得我 到飞机跟前 狠狠地跟飞机进来一下 首飞成功后 马虹中和他的团队继续挑战 持续优化迭代 天鹰无人机的性能 现在 这一型无人机多项性能 已经拥有了领先实力 但他们没有停下突破的脚步 更隐身 航时更长的改进型天鹰无人机 很快要到外场接受考验 把这型飞机研制装备 让它飞的时间更长 任务能力更强 隐身能力更好 完成我们的事 作为新智战斗力 无声战友陆续亮相 他们能够执行多种作战任务 堪称新一代的战场武器 火箭弹与火炮 火力袭击猛 打击落点准 而红色的火光背后 有一双锐利的眼睛 在指明方向 它就是炮尾雷达 整个时间 可能只有几秒钟的时间 就要告诉我们的友方 敌方炮尾是在哪边 敌方火炮在隐蔽地点出塘的一刹那 我方炮尾雷达 探测来袭炮弹的弹丸轨迹 迅速解算火炮准确位置 为我方进攻 指明方向 我们最新一代的炮兵连达的话 不仅是用眼睛去看 还要用大脑去思考它 而且同时定位 所以这个在世界上 应该也是比较领先的了 这段动画显示 先进的炮兵之眼能够在几秒钟内 完成对不同类型的超音速目标探测 解算 并回传数据 灵敏与智慧程度超乎想象 打造这样的炮兵之眼 难度可想而知 从起步到领先 中国电科14座的团队 攻关了数年时间 现代火炮发射的密集程度 智能化程度和机动性能 都在快速提高 炮兵之眼如何才能追上 甚至超过火炮的速度呢 给炮位雷达瘦身 是团队遇到的最大问题 成百上千个收发组件 全部整合到更狭小的空间内 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果然 炮位雷达在缩薄正面体积后的 第一次实验就出问题了 我们去的时候 本身心里就有点忐忑 那个时候呢 当你看到一整个正面的 那个TR组件内 那些指示灯 在那闪来又闪去的时候 哇 你那个心里 真的是非常难受 心里真的是可以说 是扒凉扒凉的 那个时候没办法 在那个实验室里 架了一张行军床 一坐几个小时 就在那等结果 晚上也睡在那里 前前后后 搞了一个多星期 最后 找到一个 比较好的解决方法 就在设计团队 取得突破的同时 生产线的工艺 也在同步优化 微组装生产线上 技术能手 徐丽娟 正在给雷达 安装神经 它的绝活是 手工把单根直径 0.4毫米的 1000多根直柱 精确布满 硬币大小的 硬质板 密度 间距 高度差 要保持完全一致 这样的工作 它一口气 能干6个多小时 完成 2万多根 直柱工作 直柱细小脆弱 在加取 放置过程中 必须保证 直柱不变形 不划伤 否则将影响 后续和电路互联的精度 许丽娟平时会坚持用镊子 加芝麻 芝麻要加得准 不掉落 不破皮 这种枯燥的练习 许丽娟一练就是5年 终于练成 这个给泡冰之眼 瘦身的极致工艺 纳米级的高密度集成 堪称微观世界的较量 这个是一个晶圆样件 上面遍布着密密麻麻的线路 这些线路直径在20微米以内 那么它就相当于 收发组件身上的神经了 所有的信号都要通过 这些线路进行空联 而这样的加工过程 可以通过我身后的自动化设备 完成光刻 生长 沉积等 一系列流程 最后呢 再将这样的晶圆通过激光 切割成一片一片的硅片 为接下来的高密度集成流程 打好基础 你看我右手边这个组件 它的体积重量 比我刚刚做出来的组件大多了 这就是我们传统的组件 然后我们采用微系统技术 制造出来这个组件 它的体积重量比它小了100倍以上 然后集成密度是它的100倍 然后同时它的功能 还是它的4倍以上 传统的雷达收发组件 元器件排布犹如一条步行街 面积大 密度低 而创新后的雷达收发组件 精密元器件之间互相立体堆叠 体积大幅缩小 集成度更高 这意味着不连路径更短 传输效率更高 反应更灵敏 相当于把一个组件做的芯片化 然后我们下一步会把雷达做的芯片化 经过一双双能工巧匠之手 雷达组件来到数字化柔性生产线 和智能总装车间 接受高科技的洗礼 完成组装的组件将来到总装智能车间 那么这个工位正在进行的 就是炮卫雷达身上一个核心部件 连接器的装配 也就是这样一个小小的部件 这样一个连接器的装配精度 直接关系到最后 雷达机动性以及拆装维护便捷性 那么它的装配精度要求是非常高的 现在整个装配过程已经实现了全自动化 精度能够控制在0.05毫米以内 走下生产线 更可靠更灵活的炮卫雷达将前往它们的阵地 先进的设计理念 高精尖智能装配 集成高端制造力量 而高端制造的身上 也凝结着许多军工人的青春岁月 回想起和同事 一起进行那大科研公关的九年岁月 在我老房中第一个闪现出来的 就是红色 中国红 就是一颗热忱 真挚的一个心 就是一颗把这个产品 不断地磨练 不断地向上发展向前推进的一个热情 你不断地向下 什么大闪的护士 怎么好 任革元 11根炮管 30毫米口径 每分钟发射1万发以上 这是我国自主研制的 禁防炮武器系统的惊人威力 它是海上超音速精确制导武器的科兴 也被称为万发炮 凭借着惊人的密集弹幕 万发炮在海上为舰艇 撑起末端防御的高效屏障 而现在这一暴力美学技术 正在被群军工人创新移植到路上 禁防系统相当于足球场上的守门员 是保卫战略要塞的最后一道防剑 传统的防空火炮武器系统 只能防御飞机类的架音速目标 因此我们有必要将海上的万发炮的经验和技术 移植到路上 构建路上的末端防御体系 用于拦截超音速的导弹类目标 由海到路万发炮摇身一变 成为路盾3000净防系统 要想在陆地上发挥路上神盾的作用 首先灵活机动性至关重要 可以看到路盾3000净防系统 所有的单元设备集中安装在这辆大型的拖车上 但是操作它只需要一名驾驶员和一名操作手 整个展开过程像变形金刚非常的迅速 那么进入到这样的一个状态 它就能够以每分钟一万发的惊人射速进行射击了 陆盾3000系统继承和发扬了万发炮 拦截超音速导弹的领先性能 但实际作战过程中 除了射速 还需要高速高精度的跟踪四伏系统 准确的瞄准目标 而实现这些功能需要大量电能 顺时需要电量几乎相当于一个小型村庄夜间用电 这样的功能对于体型庞大的舰船来说不在话下 但对于车载系统来说却是一个大问题 通常情况下的话 也就是靠增大发电系统的功率 这样的话会导致整个发电系统的体积 给重量的机构的增大 然后也导致整车的这个集成还有机动性 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无法实现它的一个上车 团队又把目光转向了消耗端 但是他们很快又发现 这样低电能消耗 路段3000就完不成预定的发射功能 一筹莫展之际 团队突然有了灵感 我们也是通过查阅了好多的资料 想了很多办法 最后的话就是用这个大自然的这个虚红的这样一个办法 去解决了这样一个问题 这个就是我们当时研发的那个叫重量装置 它可以实现就是说平时小电流 用时大电流输出的这么一个要求 满足整个系统的一个优能的一个要求 在国际上就是说 我们是相当于是首次的一个创新 路段3000的火炮 也就是万发炮 后座力将近十万牛 当万发炮在体积特别大的舰上时 这样的后座力微乎其微 但车载系统总共不过几十吨 这个后座力就太大了 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呢 你可以看一下这个整个的这个 它的结构形式 比如说上边是它的那个火炮的主体 中间的话这是它的一个炮下面安装座 然后下面是它一个载车的一个底盘 边上的话有六条它的这个调整枝桶 靠这个的话来后来实现这样一个上车的东西 但是这个的话对他们的强度给当度 是有严格的要求 在中国兵器装备集团 西岸昆仑公司团队公关下 这些关键难题被创新方式逐一攻克 但在起步阶段 技术人员经历了多次失败 光是验证模型就有三四套 厚厚一叠研发笔记 默默见证着这群创新者的奋斗历程 我们大概在外场有半年的时间吧 每天就是看仿真的数据 然后去修改那个系数 然后效症模型嘛 最终是都通过减肥 我们就是把那个精度调的是达到 我们预期的那个效果 外场对于军工人来说 再熟悉不过 他们一年中很大一部分时间 都是在外场工作中度过 为了测试路顿3000性能 他们常常奔赴大江南北 环境越苛刻 意味着试验条件越达标 恶劣的环境 他们已经习以为常 但每次试验 尤其是第一次试验的心情 无论什么时候说起 他们都记忆犹新 其实第一次打靶的时候 大家都很紧张很紧张 在那个就是最终炮箱把落的时候 现场就是有的人就高兴得鼓掌 有的人就热内眼眶 经过那么长的辛苦 最终觉得就是 那个新付出还是值得的 在团队的努力下 现在路段3000已经克服了 禁防炮由海到路的水土不服 但对于军工人来说 创新没有止步 他们还在进一步发掘它的潜能 这条生产线正在进行的 就是火炮炮管的自动加工 那么每分钟万发的射速 对于火炮炮管 在高温高压条件下 耐磨耐冲击性能的 要求是非常高的 下一步呢 设计团队还针对 炮管的材料和设计理念 再进行进一步的探索创新 每天跟这片火光打交道 路段3000的技术人员 对红色有着特殊的感情 不管它的外表 涂得是什么颜色 首先这个万发炮系统 给人的第一感觉 就是红色 其实它吐出来的是一团火焰 这个火焰可能就是 联想起来 一个是我们这种 万发炮确实性能很瀚镜 它的那个射机场上面 很壮观 是红色 再一个就是 也是我们作为 这个就是军工人 它是一种工作的热情 这是中国军工永恒的底色 从大国重器到智能制造 军工人用赤胆忠诚 延续血脉里永不褪色的中国红 捍卫着祖国的荣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